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下方结界笼罩其中 结界深处凭空结出一簇簇菩提网生花 智漫交错 盘根错节 沿着结界向上攀岩生长 又在顶部交汇闭合 花醋毯指开落 一片片飘零的花瓣无声语下 密布了整个空间 此时结界底部缓缓升起一座八柱银脸法轮 法轮意义转动 吐出万道金光 那金光厚重而端宁 似穿透苍茫岁月 含着无尽造化 扫过那些大小气泡时 气泡被钉在原地微微颤动 那些映射着预念的图景 刹那褪去颜色 在金光之下如冰箱雪融一一湮灭 气泡中引有人向晃动 那是生魂的残影 但只一瞬便不见了 硕大的莲花生至半空 把结界内从头彻尾山绿了一遍 又于欲念的生魂得以解放 结界内的腰分顿失去了一半 莫问被空中的巨大阵法所吸引 像个没见过世面 又乍然有了其余的憨小子 张大了嘴看的目瞪口呆 从下方望去 挖住银莲法 轮装颜华美 就连每半莲花上的线条转折都无比清晰 在乌银密布的天空无声轮转 宛若上天而降的福音 带着天地初开始的壮阔 蕴含了万物生发的秘义 小道士看着金光之下小姐的泡沫 恍惚见若有所悟 难难低隐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同样如痴如醉的还有她的同门师兄弟们 同行中的长者却是张口结舌 眼珠几于脱框而出 她盯着虚空中灼然傲力的身影 嘴唇颤抖着念叨 神剑仓河 佛音伦 东华帝君 此时 阵法还在运行 结界终于下得灼溪涌向四壁 竭力闪避着金光 唐使能够发声 大约会听到惨叫连连 但东华知道 佛音伦的功效乃是普度众生 刚才欲念所化的气泡能的度化 乃因欲念本生于凡人 度了凡人的生魂 便也消了那些欲念 归根到底 度化度的是魂魄 而卓西又不同 若她本与生魂一体道还好说 难就难在他们已被渺落从凡人魂魄中剥离 要度也少了平衣 如今只得令氏进化之法 所幸卓西的进化 她亦属忍在心 不等佛音伦消去 便已抬手在结界中画出无数佛灵花 闪着微光的佛灵花瓣 正好接续了菩提往生消逝前的身姿 将一场盛大的花雨持续开在了结界里 卓西必无可避 被轻盈飘落的佛灵花瓣纷纷击穿 然静 这场花雨足足下了半个时辰 直至最后一片阴影散静 东海上空放又恢复了清朗宁静 东华有些庆幸自己两次施法之间并未拖延 佛音伦之术一派道义宏达 但对法力的消耗意识惊吞隆 若非她关镇内生魂灼西均数量可观 她法难以消解 唯恐于或凡事 否则定不会不加犹豫地施了此法 事关六届苍生 不是她计较一点法力的时候 不过电光石火间她被拿定了主意 可之后接续的进化灼西之术亦不算轻法 两相叠加 便是以她全胜的法力力决负担不小 躺在仙界道还好些 不过花点时日调养 但这凡事法则对神仙来说实在有些麻烦 此时万人看她大约觉得仙姿飘渺 锐气腾腾 俨然六届巧楚 只她自己知道 丹田早已空空荡荡 耳边翁名震震 法力过度运转的刺痛尚未过去 两次施展中法的反噬 却已起来 起初只如绵密的钢针扎 剑刺变成细碎的刀子割 在后来直四耸人的惊泪滚过 动画一贯喜好爽力 便是早年在战场上与人对阵 她也从不拒刀光剑影 所受之伤层层叠叠叠 却都是直来直去的皮肉伤 人的意识变野过了 哪是此刻 说不清从何处涌上来的疼痛 刺进了脏腑 压榨了骨髓 扭曲了筋脉 沸腾了血液 明明外表衣无损伤 内里却似千疮百孔 她皱着眉吞咽了永之口中的心田 忍着眼前的昏暗 缓缓调息了一刻 不知是否阴损了太多法力 她带着凤九与滚滚在凡间行走时所施的修正之术 此时施了功效 一头炫目地银丝退去了遮掩 赫然暴露在了众人的视线里 凤九自东华入镇 便始终凝神注视着那里 她却然是在镇中翻滚的黑气中看到了什么 虽微捕捉到具体的影像 但那种一闪而过的灵感 让她知道这必是自己十分熟悉的东西 东华在结界内与人争斗 灵力矫健的银芒与腰脚翻滚的红光站到了一处 再到两方稍歇 她才看清那红光约梦还是剑武器 也许是鞭 也许是锁链 但她却一下子就想到了红灵 渺落的红灵 似乎是感应到了结界内的灼溪 怀中有东西在争鸣作响 下一刻水阵崩塌 东华忙于再造结界约束灼溪 她却第一时间发现了混在滚滚灼溪中的那道红光 红光快似闪电 在结界闭河前向远方顿去 她甚至注意到 那道红光略出结界后 在不远处略停了停 仿佛还朝着自己的方向向了 也是在那一刻 如去复古的阴冷处感 让她后背炸起了一层白毛汗 她愈加确信那就是渺落 居然是渺落吗 她不愿意想渺落现实会有什么后果 她十分担心东华 即便知道此时的她已不是千多年前po了半颗星 中了秋水毒的东华 但每每想及此 都似有一枚尖刺插入心口 让她呼吸困难 而奇怪的是 除了她似乎并没有别人发现渺落的事 凤九白着一张脸 握着滚滚的手骤然收紧 滚滚苦着脸问 九九 你怎么了 手握得这般紧 别担心 父君不会有事的 凤九一言不发 并未将儿子的安慰听进去 她双目盯着那个泛着荧光的透明结界 满脸凝重 连颂便是在这个时候来的 她身后跟着为龙守人生 身穿脸服的长者 应是东海龙君 凤九殿下 连颂虽形色匆匆 却仍是一派倜躺模样 手中摇着她的纸衫 帝君 凤九打断她的话头正色道 三殿下可知 此处怎会有如此多的怨灵灼熄 连颂为防凤九如此正经问话 但她前来本就是因了东华的传讯 要将所知禀告 便也未曾犹豫 我得东海龙君来报 说东海有异象 随后发现了此处的怨灵灼熄 应是有人故意为之 为防其祸害生灵方才设阵 十日前 听闻其他三海亦有怪象 便与东海龙君前去查探 发现与此地大同小异 但并未出现黑气急剧扩散的境况 后经一番追根溯源才知 其他三海所收凡人生魂及灼熄军会入此处 因此东海才是关键 她话音未落 海面之上骤然亮了起来 巨大的八柱银莲法轮正在升起 连宋刷地收起扇子压一道 佛应伦 帝君居然用了佛应伦 凤九想起在十恶莲花镜 第一次见东华用这个法术时 自己方语涅出一换了身红糊的皮毛 要入境相邦东华 彼时不知天高地厚 却也有个深刻的印象 佛应伦之术虽得气派 却是个极好精力的术法 否则东华施术之后 也不会用了三日来恢复 他也不会在镜中有了与他之间纠葛的开始 东华这是又不顾自己随意使用术法了 他可是忘了这是在凡事 这漫天饭音里的华丽术法 别人或许会看得满心崇敬 凤九却是心惊肉跳 头昏脑涨 但看到佛林花雨出现在结界中 他也紧张地攥着衣巾 唇齿紧咬 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惊呼出声 千多年前的记忆又一次涌上心头 隔了那么久 他以为自己已然忘却 其实并不 与渺落的每次对阵 他们为此走过的每个弯路 他都记忆犹新 他原以为 妙意会铭记一会 三毒浊溪不成气候 他们可以高枕无忧 但渺落的出现让他心中构筑的美景出现了裂痕 他不知自己为何如此惶恐 更不敢想这是不是什么预兆 他只希望东华好好的 他们都好好的 佛林花雨寂静飘落 燃尽了最后一片灼溪 他望着半空中双目低垂 银发微昂的身影 脚踩祥云齐冲了过去 带双手环抱住了东华的胸膛 感受到衣服下传来的体温 刚才觉得跳得极快的心口 稍微缓了一缓 东华见凤九飞 也似的冲进自己怀里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调息了一刻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